本集我们来学习设备经济寿命 那么在设备更新决策里头呢 我们提到了设备的更新决策呢 它是以经济为中心的更新决策 那么在经济为中心的更新决策里头呢 我们要用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决策的依据 就是设备的经济寿命 那么设备在使用过程中都有哪些设备寿命形态呢 比如说包括设备的物理寿命 也就是说这个设备自然使用的寿命 也包括它的技术寿命 因为无形磨损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这种技术寿命 以及设备的折旧寿命 也就是说在我们国家规定的会计折旧年限上的那个寿命 就是设备的折旧寿命 那么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设备的寿命形态呢 就是设备的经济寿命 那么所谓的设备的经济寿命呢 指的设备从投入使用开始到一个实现之后呢 如果它再继续使用 在经济上呢就不合理了 那么这个实现呢 我们要对这个设备进行更新 那么从它投入开始到它被更新止为止 这个时间段呢 我们就称之为设备的经济寿命 它也是属于设备寿命形态中的一种 是我们来进行设备更新决策的 很重要的一个依据 那么我们看一下设备经济寿命的计算 设备经济寿命的计算呢 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经济寿命的静态计算 另外一个方式呢 就是经济寿命的动态计算 我们首先来看设备经济寿命的静态计算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张呢 就是这个设备的费用流量图 从这个图里头我们看一下 第一年年初呢 表示的是这个设备的购值费用 那么在每一年年末所发生的这个C 那么这个呢 是这个设备的 它在每一年的运行成本 到了这个设备使用期结束之后的DN年 那么有一个设备的残值 就是我们看到的L DN年的设备的残值 那么我们进行这个设备费用现金流的 这个设备的经济寿命期计算的时候呢 我们前面提到过 也就是说我们对设备的更新角色 考虑的是年费用 所以说呢 我们要针对这样的一个现金流 去计算这个设备的年费用 那么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公式 来去表示这个设备的年费用的计算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来看第一项 第一项呢 指的是这个设备资产的消耗成本 它是由它的购置成本 以及它残值的差值来进行计算的 因为是静态的这样的一个设备 经济寿命期的计算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公式里头呢 我们是看不到这个 折现率的 因为它是一个精彩的计算 那么第一个呢 第一项 第一项呢 指的是这个设备资产呢 它的这个消耗成本 那么加号后面的第二项呢 是指的这个设备啊 在购置完成之后 在整个的这个运行期限里头呢 它的这个运行成本 那么设备的运行成本呢 有一个特点 就它每一年呢 都是在增加的 这个是非常符合它的自然规律的 那么对于这样 每一个年增加的一个运行成本 我们要计算它的年平均的运行成本 因此呢 用公式的第二项来进行相应计算 那这样我们把它的年消 平均消耗成本 加上它的年的平均运行成本 就可以得到这个设备的费用的平均值 那么有这个费用平均值呢 我们就可以来去计算 它的这个设备的经济寿命期 那么我们可以看 就是说需要强调一点的 就是说设备的运行成本 也就是说它在每一年的这个运行成本呢 包括哪些内容呢 包括这设备的能源消耗费 设备的保养费 设备的修理费 以及设备因为损耗提供 所产生这种损失 或者是它在生产的过程中 所产生那些废品 所带来的一系列损失呢 都是这个设备运行成本的一部分 那么设备运行成本 我们刚才看到了 就是说在现金球上看上了 那么它每一年呢 都是在逐渐增加的 这个特点呢 我们叫做运行成本 逐渐增加所带来的现象呢 我们称作为设备的略化 这是关于设备运行成本的一个解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就是说如何运用 我们刚才说的一个 年平均的这个设备费用 来去估算它的经济寿命期 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表格里头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设备呢 在不考虑资金实现价值的情况下 那么它的这个消耗成本 和它的这个年平均的运行成本的这个核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这个项目总的费用成本 那么就是这个表格的最后一例 从这个最后一例以后呢 大家看到到第六年的时候啊 第六年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年平均的总费用呀 达到最小 那么这个这一年最小的费用 就是我们说的经济寿命期所对应的那个费用 所以说呢 第六年呢 就是我们说的经济寿命期 它的这个第五年啊 第六年的之前 第五年 第六年的之后 第七年 这个费用呢 都比第六年大 对吧 那么所以说呢 我们说它最小的那个年份 最划算的那个使用年限呢 就是我们说的经济寿命期 这个呢 就是一张静态计算的经济寿命期的一个计算表 那么虽然我们有一个公式啊 有一个这个经济寿命期的计算的公式 但是呢 我们在进行这个真正计算的时候呀 是要依赖这样的一个经济寿命期计算表来进行计算的 这是一个静态的 那么关于经济寿命期计算的第二种方式呢 我们可以称作为云数低略化的计算方式 这个方法呢 在应用的时候呢 有一个前提假设 那么这个假设就是说 这个设备的略化 也就是说它每一年的运行成本的增加呢 是一个常数 那么我们根据这个年平均费用法啊 平均的总费用法 那么就可以得到这个公式啊 如果我们用这个依然用那样的一个事物来进行计算的话 把这个NAMDA带进去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屏幕这样的一些公式 从这个公式里头呢 我们可以推导一下啊 得到一个相应的推导 也就是说这个经济寿命N0啊 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公式来进行计算 那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 如果我告诉你 这个设备的目前的实际价值是1000元 预计项目在使用到它的这个一定年份的时候呢 它的预计的残值呢是100年 如果第一年的设备的总成本费用呢 是这个80元 也就是说我们要运行这个设备的费用呢是80元 这个运行的这个费用呢 会在每一年这个随着运行期限的增加呢 它的这个设备的这个略化值呢 也会以每年50元的方式呢 降上递增 也就是说这个略化值 难不答值是50元的话 那么这个设备它的经济寿命怎么计算呢 我们可以把我们看到的相应的这些数值呢 带入匀速低略化计算的这个公式里头呢 算出这个设备的经济寿命期啊 就是N0就等于根号两倍的这个固定资产的原值 一千减掉它的残值 然后除以这个匀速略化的难不答 指开根号之后呢 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案例下的 它的经济寿命期呢就是6年 那么需要强调一点 就是说我们用匀速略化法来进行计算的时候呢 这个设备的初始值啊 它的原值呢 其实呢指的是这个设备的现有价值 也就是说它可以在这个设备使用到一定年限之后来算 这时候我们算的时候呢 不能用我们初始购购置设备时候那个值 而是说你这个什么时候算 就是这个设备在什么时候的这个现有价值 来进行这个P0的衡量 这一点是需要强调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 我们算出来的这个经济寿命期啊 并不是一个新设备的一个完整的经济寿命期 而是说在你计算的这个时点开始 向后的一个时段内 它在经济上使用不合理了 那个剩余收期 所以说这个经济寿命期呢 指的是设备现有状态开始 它运行到什么时候 在经济上不合理了 所以它的经济寿命期呢 并不是这个设备新购置的时候 那个经济寿命期 它指的是它在现有状态下 未来可使用的经济有限的年限 那么这个是我们在用匀速低略化 进行这个经济寿命期计算的时候呢 需要去注意的一个方面 那么我们说我们在进行这个经济寿命期计算的时候呢 有两种方式就是年平均的这个 就是在静态计算上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年平均的这样的一个费用法 另外一个就是匀速略化法 那么对于动态的经济寿命期的计算呢 那么跟静态相对而言呢 它是要去考虑这个费用的资金的时间价值 那么这个动态计算 这个经济寿命期的方式呢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设备的近年值 来进行设备的这个经济寿命期的计算 它的公式呢 是用近年值的方式来进行表示的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在这个括号的前面这一段呢 它表示的是一个 我们说的是一个限制 这个限制呢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这个设备在整个计算器内 整个计算器内 它每一年的这个叫什么呢 运行成本R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它在计算器结束之后呢 那个残值LN 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在计算这个设备经济寿命期时候的 它的那个价值就是P0 我们把它都算到这个设备的 经济决策的起点位置上 然后呢通过一个 等额摊环的系数 就是我们看到的方括号的最后一项 这个等额摊环的系数 那么我们就可以换成一个 这个设备的近年值 来进行它的这个动态的 经济寿命期的计算 判断的方式呢 跟我们看到的静态的是一样的 当这个它的这个年平均的 这个近年值达到一个最小的时候 最小的时候或者是最大的时候 我们来去决定它的经济寿命期 那么什么时候是最小呢 如果我们这个现金流呀 全是这个流出 那它当然就是最小了 如果我们在考虑这个现金流的时候呢 我们用的收益 就是我们看到的 在这个公式里头 我们用的是R 它是个收益的性的指标 那么这时候我们可能 探断它的经济寿命期呢 肯定就是用最大值 这个大家呢要做一个区别 这是在我们用的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呢 就是说动态的经济寿命期的计算方式呢 我们可以用年成本法 这个年成本法呢 主要是来针对那些支出性的 支出性的这样的一些现金流 来计算它的这个经济寿命期 经济寿命期 那么用年成本法呢 我们同样的呢 也需要考虑两个部分的成本 第一个成本呢 就是年均的资产消耗成本 第二个成本呢 就是它的年均的运行成本 我们把这两个成本加在一起 就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项目的年均的总成本 那么这个年均总成本呢 它是考虑了 考虑了支出性价值 也就是说在这个年均总成本 计算里头呢 我们看到了什么呀 看到了一个折现率 要对这个我们看到的消耗成本 和我们看到的运行成本呀 要进行一个折现 进行一个等额摊环 那么才可以算出 动态的经济寿命期 同样的啊 我们用这个年均总成本费用法 来去判断设备的动态 经济寿命期的方式呢 也是当这个年均的总成本 在某一年 比如说N年啊 它达到最小时候的那个N 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设备的动态的经济寿命期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例子 那么这个例子呢 跟静态的这个经济寿命期呢 大家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你会发现呢 我们的这个 运营成本呢 有一个折现 然后我们的消耗成本呢 也有一个折现 那么不仅有折现呢 我们还有一个等额摊环 我们把这个表格里头 两列红颜色的 也就是说这个的 这个的 这个考虑资金实现价值的运行成本的 年均值 以及考虑这个资金实现价值的 资产消耗成本的年均值 这两列加在一起 就是我们看到的 考虑了资金时间价值的 年均的总成本 就是这个设备的年均总成本 最后一列 那么判断的方式呢 也是看在最后一列中 哪一年的年均总成本 是最小的 那一年呢 就是我们说的经济寿命期 这个经济寿命期呢 就是一个动态的经济寿命期 从这个图形里头呢 我们也可以看见 在这个第七年 它的年均总成本呢 达到了最小 这一年呢 就是我们说的 动态的经济寿命期 那么向上的一根线呢 表示的是这个项目的 运行成本线 向下的一根线呢 就是向下降的这根线呢 表示是它的资产消耗成本线 那么运行成本线呢 它会随着资产使用的 这个年份业长呢 增加 而我们看到消耗成本呢 会随着这个资产的 使用的这个年线增加呢 而下降 这样一增一降 在某一年之后呢 它就会达到一个极止点 那么这个极止点 所对应的那个年份 就是我们说的 动态的经济寿命期 新闻的经济